大家好,美国总统川普已经签署了台北法案 那么台北法案呢,这次签署很多人让我们出来谈一谈 我呢,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台北法案 那么台北法案呢,它的主要内容啊 其实我用最通俗一等话就跟你说啊 就是美国的立这个法的意思啊 现有的啊,跟那个台北建交的这些国家 跟台北建交这些国家 就跟中华民国建交这些国家 如果后续再跟台湾断交 那么这些啊,比如说南美洲的一些小国 加勒比海这些小国将会受到制裁啊 那其实这就是台北法案 这个意思就是说,我这有个小老弟 我这个小老弟啊,不受人待见 地球上这么多国家,一百多国家 不跟他建交 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但是呢,有一些我的小马仔跟他建交 那么这些小马仔也想啊 也想跑了,也想跟那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为了怎么说呢,不让这些小马仔 跑掉,那就立一个法 谁不跟台湾这个啊,中华民国这个好 我就制裁谁 就基本上这么一个法案 嗯,就是只能跟台湾好 不能啊,不能抛弃台湾法案 其实我管这个台北法案叫 不能抛弃台湾法案 那大家从这个一面,字面上理解也就是了 就是说美国和台湾呢 很多人说他们已经,哎呀 高潮了,台独势力可以猖狂了 我不这么看啊 嗯,我觉得这是属于台独和美国 示威啊,就是 微微弱啊,怎么说呢 他已经开始失落了 一种失落的表现 因为大家想啊,就是 你说美国这么强大一个国家 他以前还需要自己本国立法来 限制一个其他国家跟自己 跟自己小弟好还是不好吗 桌底下谈一谈 说一说不就解决了吗 不行了现在 得什么 得明目张胆告诉全世界 谁不跟我这个小台湾老弟好 哎,我就制裁他 那你说这个老大当到这个份上 你说这个老大有面子吗 得拿到桌面来说这个事 你说这个小老弟 让这个老大操碎了心呢 等于这个老大也没有面子 他现在已经拿到国会来说 你们这些国家不能跟台湾断交 跟台湾断交就是不给我美国面子 那老大如果混同这个样子 是不是已经不在台面下说一些事情 那就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国家从美国那获得不了什么好处了 美国给不了他们什么好处了 说明这个老大已经没有什么油水了 那也说明美国确实在衰落 从这点上我看到 那很多人不知道这里边到底 为什么美国一定要拉着台湾 一定要拉住台湾 很多人说意识形态 都反共 我们都是自由啊 民主的 你把美国想的简单了 我之前我告诉过大家一个叫离岸平衡啊 美国是英国下的子 英国的离岸平衡政策 美国玩的也炉火纯青 英国是个岛吧 美国也是个巨型的岛 它南边 南边就一个国家 墨西哥 墨西哥南边呢 那不就是断开了吗 有一个有一个运河嘛 实际上美洲大陆也是断开了一个巨型的岛 北面是北冰洋 实际上美洲大陆就是一个岛啊 那在这个岛上面 美国也实行的是离岸平衡 那么它平衡的是谁呀 欧亚大陆 你看之前美国 二战的时候 对付中国这边也是 从英国开始吧 清朝 大清朝的时候 清朝那个时候是整个世界帝国吧 GDP第一 你说军事上咱们再弱 他也不敢轻易动咱们 是不是 但是英国呢 上了以后 先是弄中国 中国这些时候各种神父啊 弄了一个中国叫什么拜上帝教 弄了这个太平天国 中国人死了两亿人 最富庶的江南 打得一塌糊涂 整个生产力大大减少 死两亿人呢 美国现在还没就死两千人 美国经济都停了 你说当年死了两亿人 那中国的清朝那个经济早就完蛋了 而且是最富庶的江南地区 所以清朝已经国力 直接就已经下降了 打不过外面了 但是呢 外面也不能轻易打中国 为什么 还是交通啊 运输啊 不可能大面派军队来 也不可能一下子把你弄死啊 是不是 人家还需要这个市场吗 那就动谁啊 让日本 鼓到日本 英国跟日本变同盟了 日本打过 打个一个叫甲午战争 一举击败清朝 签订了赔款 世界上所有国家也就明白了 俄国也上来了 又支持日本跟着俄国打 把另一个陆地强权 俄国也打趴去了 那么现在在东北亚地区 清 俄 都打趴去了 日本崛起了 日本开始平衡清朝 和俄国在什么 在朝鲜半岛 在什么西太平洋地区 包括台湾 平衡他们的势力 日本逐渐逐渐发展了几十年以后 一直到1937年 全面侵华 日本 31年918嘛 吞并了东三省 那个时候 和俄国 还有什么和中国 还是可以形成一股平衡的 所以呀 什么国联呢 美国呀 英国呀 你就不管了 你们平衡 平衡状态 离岸平衡嘛 是我们要的 海洋万民要的 那你陆地文明 让日本来平衡 那日本平衡平衡 平衡到37年全面侵华 都把中国要吞掉了 一直打到东南亚 一直到41年 一直打到那个 达尔文港 打到澳洲了都 那边打到印度了 直接跟英国殖民地 直接对抗了 这个时候 美英啊 就联合起来了 那你看 我们都是海洋万民 这个 当年打清朝 打俄国 不就是为了 打击 陆地这个 陆上文明的这个 强权国家吗 那就明白了 那现在谁是 东北亚地区的 强权国家 日本呢 大东亚共荣 什么意思啊 整个把东亚地区 要变成自己的势力范围 变成一个统一的势力范围 你想 英国 美国能干吗 当年让你打清朝 让你打俄国 就是为了什么 让你切割清朝 把清朝 切割成几块 让他们互相打 互相斗 我们海洋万民 才有利益 所以就是 你看 反过来 就是41年 日本和美国 打起来了 美国一下子 就把日本打倒了 大东亚共荣也没了 东北亚地区 又形成了什么 又形成了 分裂势力吗 蒋介石 又平衡了日本 离岸平衡吧 日本打跑以后 苏联 又 还有这个 中共的这个政权 崛起了 在朝鲜半岛又打了一仗 后来发现 共产党太强了 那么 用台湾 和日本 来平衡什么 来平衡 东北亚地区 是不是 台湾平衡大陆吗 是不是 你反攻大陆 一直 日本呢 日本也 刚打完仗 又跟日本好了 来平衡大陆 继续打什么 苏联和中国 日本对付苏联吗 主要是 所以你看 美国一直啊 这海洋万民 一直在用着 一只离岸的平衡手 来平衡着 欧亚大陆 这个陆地强权国家 谁强他打谁 不是说你什么意识形态 日本哪有什么意识形态 日本当年建立大洲东亚共融 那是皇权社会 皇权社会 哪有什么意识形态 照样打你 为啥 你呀 要在欧亚大陆 陆地上称霸 就是我们海洋文明的最大威胁 这就是我说的 你从地缘政治角度 你看就基本上清楚了 今天美国 这个台北法案 也就是 拉着台湾 要削弱大陆 但是现在看来 美国也没有其他办法了 之前给这些好处 你可以看出来 没有什么作用啊 很多国家还是不愿意 台湾建交 其实美国这个法律啊 有点不讲理 他直接跟 跟台湾建交不就完了吗 他又不行 他还没露出那个狼子野心 他得让你们 你们去做 你们这些小老弟 你们去做 我不能做呀 我还得跟中国人民友好的吗 友好不就有油粉吗 那你谁呀 你们这些小国 你们去 你们去当那个坏人 我美国当这个好人 这是美国一贯的 其实也无可厚非 人家为自己国家利益 所以没有必要抨击什么 你只要把自己做好 你知道他未来一步一步怎么走 你也就明镜似的 不会好像乱评论 乱想 乱猜测 他为了自己利益 那你也看出台湾的作用了吧 就是像当年日本一样 要平衡一下大陆文明的崛起 给你这挑动一下 天天说 八块论 七块论 十七块论 是吧 分割你大陆 大陆然后 联邦帮联嘛 然后用香港 台湾 什么什么 藏族 台独 港独 江独 就分割你 切割你 让你分裂成几块 你只要不能统一成一个 那么我们这些海洋文明 就可以继续 像当年倭寇登陆似的 继续可以抢 抢你人 抢你财 然后你还能变我市场 是不是 继续啊 揉论 揉论你这个大陆文明嘛 从你这掠夺 掠夺资源 掠夺人才 这你就看懂了啊 美国这个政策是一贯的 因为它海洋文明 所以没有什么可议论的 这个东西 那么台湾人呢 有些人还是意识形态 还以为美国帮 是因为意识形态 台湾人你想错了 你想错了 你这个中华民国呀 有一天你像日本一样 也大东亚共荣了 你的日本主人 大东亚共荣 就是被美国打掉了 美国为什么打呀 因为你强了吗 东北亚地区谁强 他打谁 你激弱了台湾人 你也想想 等有一天你强了 你强大的时候 美国也揍你 不是因为你什么自由民主 自由民主也揍你 因为你强大了 那现在美国跟中国 搞对抗说明什么 说明中国强大了 中国也让美国不高兴了 海洋文明 离岸平衡 需要肢解中国 那你们看啊 中国那些什么 联邦帮联那些言论 然后还有一些 大威公之说的 哎呀 中国应该 各省独立 然后咱们跟美国搞友好 然后按照美国那套 咱们就分权 那你可以看看 最后的结果很可能就是中了美国的技 还有台湾给你出的招 什么新疆独立 西藏独立 台湾独立 香港独立 你看他们的笑话 你就知道了 他们是什么目的 都是海洋文明派过来的 给大陆人洗脑 我说那是病毒的源泉 他们给你洗脑这些东西都是病毒的源泉 自由啊 民主啊 这些东西 都是唱个高调 这帮人唱完以后 我告诉你 中国就算哪一天像他们讲的 也自由了 民主了 共产党倒了 共产党倒了 轮他们上台了 只要中国强大 美国还会揍他们 为啥 你只要强大 就对我海洋文明不好 对我海洋文明不利 我不揍你揍谁 还得封电你 所以这只是一种话术 一种欺骗老百姓的政治 阴谋 老百姓能看懂才行 你看懂了 你就知道 那帮人为了自己上台 他现在跟共产党斗 等又一天他上台了 你听明白没有 美国人也得让他的下来 就是要切割中国 让中国内斗 这才是美国要干的 这不是美国人要干 海洋文明他就是这样 欧洲战场 你看看欧洲 不一样吗 从拿破仑 希特勒 斯大林 什么制度 拿破仑是自由民主 皇权 德国一战时候 威廉那也是皇权 希特勒那是纳粹 还有什么 斯大林 共产党 你说什么主意 他都让你啥 都让你分裂 我就打你 谁想统一欧洲 我打谁 所以欧洲到现在 也是各自为政 没有个统一的 弄个欧盟 还他妈拿个克索 是吧 轰炸南联盟 炸你三个多月 这不就是我说的吗 欧洲也是那样 在欧亚大陆两端 不断的敲击你 就是让你给你打成碎片 看你刚整合成一块 啪敲碎你 用什么去敲啊 就是像香港啊 台湾啊 这种海洋文明的病毒扩散地点 思想的病毒 身体上的病毒 从这儿 马上注入你大陆体内 各种病毒扩散 你有些人像我这儿有免疫力的 我一看他们说的话 我就知道他们什么意思 因为啥 我有自己的世界观 他就要敲碎你大陆 你大陆刚联合起来敲碎你 刚联合起来就敲碎你 从日 清朝 俄国 日本 谁想统一东北亚地区 我就敲碎你 那现在呢 中国呢 整成一块了 还要敲你 什么叫台北法案呢 行了 我今天台北法案给你解读完了 大家看一乐就行了 美国有本事你跟台湾建交 你自己都不建交 说你也有什么用啊 你对你为了救面 你看这边 感谢观看